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怕自己的形象 他怕很多东西 我现在冷静下来 我想清楚 我不想退了可以吗 我现在不想退了 我这样子帮出去对我自己的形象明明就有受损 我以后还怎么当公关啊 人家会觉得说我面对这一点的压力就无法承受 我现在是情绪崩溃的状态 而这种压力到了一个集中爆发点的时候 他就可能就会一下子就说出来了 比如说我退赛啊 或怎么样 但是可能他说出了以后 他马上那个压力就释放了 他反过来说 那可能是我刚才说错了 或者说我的情绪化 这个对于我来说 我觉得我能理解 但是对一个团队来说 他可能起的作用会有点反作用 尽管谭小山当场情绪失控 比赛还是要继续下去 请给我水 好 金瑞凯 请就位 金瑞凯因为他是第一个 所以他不知道水要怎么来 所以金瑞凯就好像我们去那个高空弹跳一样 金瑞凯 不行 不行 不要脱衣服 金瑞凯 站好 站好 金瑞凯 金瑞凯在这一场里面 我觉得他表现得非常可爱 吴欣怡 第二次 哇 不错耶 一 二次 哇 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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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 快速攻击 啊 第一次 哇 第一次 哇 第一次 才高一点点 你可以把眼睛闭起来 怎么样 没有想象中的招吧 对不对 非常好 水来了 我觉得太有意思 太好玩了 没有 完全感觉都没有 对 再来 对 好 再来 我不是这样 你手在那里看 好 挑战赛的优胜者 我们已经选出来了 我要请两位选手 往前走一步 肖波 张英四 麻烦你们两位 向前走一步 还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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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两位选手是我们今天认为的前两名 你们两个在本次的挑战赛里面呢 用了极端的手法都达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接下来我就要宣布 这一次挑战赛的获胜者 他将可以得到免死金牌的选手是 张英四 恭喜你 明天我们将有更严苛的防水挑战赛游泳池里的水底摄影 各位选手 有没有信心 有 让我们迎接明天的挑战赛吧 加油 今天我跟Jasmine老师会教给大家很多不同的方法 从一般人可以用的到专业人士向往的 我们今天在大师课程里面都会告诉大家 所以敬请期待今天的大师课程 在上任何彩妆之前 我们的面霜是保证是无油配方的 一定要记得你要开始化底妆之前 要把所有的油分利用你的面纸完全吸附干净 在化防水妆的时候尽量使用工具 避免使用手 因为我们的手有温度 也有可能去沾到了其他不该有的油纸 影响到你粉底的附着 我现在使用的是一款防水型的粉底液 它最主要是通过一个凝胶的成分 以及抑挥发性的硅 它能够使得这品产品 无论是在游泳池 然后汗水 然后是海边 海水 它能够有一个很好的抵抗水的作用 这个是一般我们在使用这个彩绘时候 或者是在使用这个防水型化妆时候的眼影膏 我也是同样用的和Kevin老师一样的是防水眩色彩膏 我是来作为眼影的使用晕染 在水底的颜色都要尽量饱和 你的颜色饱和才会被看到 所以我现在呢 一样利用的是Makeup Forever的眼影膏 它的防水眼影膏 我利用的是大地色调的 帮助模特儿达到一个很自然的深邃眼波 那线条感是最明显能够被拍到的 然后呢 我会把下眼影的这个腮红色延伸到上眼尾眼窝处 跟刚才的金铜色做一个融合 你会发觉在眼窝处会自然形成一个凹陷 我今天不用眼线 但是一样要创造深邃的眼神 我先利用深咖啡色的一样的眼影膏 我只加强在眼尾的部分 尤其像我们东方女性 很多女生都是那一双 在画眼线的时候一定要记得 眼头越细越少越好 好 现在呢 我会用到一个非常非常特别 非常专业的一个产品 这个呢 是一个眼妆固定液 那现在呢 我就会用这个眼妆固定液来固定亮片 当你在睫毛根部把睫毛膏刷浓一点之后 会看起来好像已经画了眼线的感觉 我要加强睫毛的效果的时候 我通常会沾取大量的睫毛膏 利用睫毛刷的顶端 然后呢 靠近睫毛的根部 用推的方式 在睫毛根部把睫毛膏推出去 眉毛的秘密武器就是这一支 它是呢 防水的霉胶 为了达到防水的效果呢 我会呢 直接用唇线笔把它作为一个 唇膏来使用 轻轻地涂抹 它能够保证一个很好的一个防水效果 那么我利用跟腮红同色调的唇膏 由唇的中间往外 轻轻地晕染开来 女性的唇就像一朵玫瑰 我们在看玫瑰花的时候 花瓣的中央颜色一定是饱和的 花的外缘会越来越淡 当你在使用颜色的时候 要让它像一朵玫瑰一样绽放开来 所以人看到都会觉得赏心悦目 我今天利用的是同色调的腮红的颜色 我会加强在我们的脸颊跟脖子的交界线 这条轮廓就会变明显 当这里的轮廓变明显的时候 脸看起来会变立体 这瓶不是水眼 它是一个定妆产品 它的作用就跟蜜粉是相同的 一样起到一个定妆作用 好 来 眼睛 我们来看一下两边不同的感觉 你看 很漂亮的 像人体彩绘斑的 这边是自然的 可以摸一下 搓搓看 你可以搓搓看 你可以带力地搓 来 试试看 因为可能 少量多次 因为可能太多的话 可能我没有把它 就是画均匀的时候 它就已经干掉了 对 所以一定要记得少量多次 如果你一下子太 用量太多的话 一干掉你就不好晕染了 所以一定要记得少量多次 我想在今天的大师课程里面 从一般人到专业人士 今天在大师课程里面 我跟Jasmine老师都为大家做了详细的示范 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些记在你们哪里 记在你们的心里 再运用在你们的手里 我们谢谢Jasmine老师 谢谢Jasmine老师 谢谢Jasmine老师和这位同学 大家都是一个协商的态度 在里面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一次的东西做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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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